朝鲜的前世今生二 上回说到姬子朝鲜的第41任国王姬准引狼入室 招来了燕国人魏满 魏满趁机推翻姬氏朝鲜建立魏氏朝鲜 魏氏朝鲜建立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 不久中原王朝的汉惠帝登基了 汉惠帝虽然有个恶毒的老妈吕厚 但本人比较善良 主动和朝鲜交好 同意魏满为汉朝藩属国大臣 替汉朝保卫边疆 作为回报 汉朝答应给魏满兵力和物资上的援助 有了大汉的保护伞 魏满开始不断欺负侵占临近小国 势力迅速膨胀 公元前141年 汉武帝刘彻闪亮登场 在魏使朝鲜不断壮大的同时 霸气自射的汉武帝 正和不可一世的匈奴打了天魂地暗 公元前119年 西汉名将魏卿获去病 率军杀入北部沙漠 也就是现在蒙古国境内 一口气把匈奴打成了病毛 躊躇满志的汉武帝终于腾出手来 他的下个猎物就是那个不太老实的 藩属国小弟朝鲜 而此时魏满的孙子右驱登上了朝鲜王位 野心勃勃的右驱继续引诱汉朝流民 壮大实力 并试图摆脱汉朝的约束 还不断骚扰临近小国与汉朝来往 汉武帝终于坐不住了 公元前109年 汉武帝派摄河出使朝鲜 警告右驱 做小弟要有敬业精神 不要和老大作对等等 右驱这些年在地方上混得太爽了 似乎对摄河的传话不屑一顾 摄河是个很骄傲的人 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于是在回国路上 把护送他出境的朝鲜宗室小王和隋从 全部宰了 然后迅速把情况告诉给汉武帝 汉武帝一下乐了 不但没有怪罪摄河 还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 大概相当于现在辽宁省东部战区总司令 汉朝小小一个使官 无缘无故就杀了自己的宗室成员 还被汉朝皇帝嘉奖升官 这对右驱来讲 简直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侮辱 于是右驱找了个机会偷袭辽东 杀死摄河 这下捅了马蜂窝 汉武帝立即发兵五万 水陆两军联合攻打朝鲜 汉朝水军首先到达朝鲜列口 为了抢攻 水军将领 独自率军进攻平壤 结果战败 陆军到达朝鲜西部 匆匆忙忙就和右驱军打了起来 也没有取胜 既然没打胜 汉武帝又派了一个使臣叫卫山 去劝向右驱王 面对大汉的军队右驱也枯萎了 愿意投降 为了表达诚意让太子带上大量军粮和马匹到大汉赔罪 当朝鲜太子带了一万士兵前往汉朝时 使臣卫山和左将军巡致暗中使坏 要求他的军队不能携带武器 理由是担心太子有阴谋 朝鲜太子一下就懵了 汉朝的使臣上次一不高兴就宰了朝鲜王室成员 这次大汉没有打胜仗 本来就不爽 而这个使臣怎么看也不比上次这个慈祥 因了自己性命也不是没可能 于是拍拍屁股 率军考回了朝鲜 汉武帝这下起猫烟了 要求在朝鲜的两路大军加紧进攻朝鲜 大兵压境之下 朝鲜求和派的大臣把右驱杀了 都城迅速被汉军攻破 公元前108年卫士朝鲜灭亡 汉武帝在朝鲜先后设置了 月浪 临屯 玄图和针帆斯军 历史上称其为汉斯军 汉斯军的设立说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 已完全归属于汉帝国的版图了 22年后 玄图郡北部 也就是现在吉林省吉林市 出现了一个叫做东福渝的小国 第二任福渝王金蛙 有个婢女叫柳花 一不小心生下了一名王子 叫朱蒙 朱蒙擅长射箭 其他王子都比不过 金蛙王长子戴素 认为朱蒙出身卑微 要求金蛙王干掉他 以除后患 尽管金蛙王不喜欢朱蒙 但也不想杀他 于是让朱蒙去喂马 朱蒙比较滑头 故意把好马的饲料减少 却把一些笨马喂的肥肥的 金蛙王不知道 挑选肥马骑 兽马给了朱蒙 有一次金蛙王去打猎 故意刁难朱蒙 只给了他一只剑尸 没想到朱蒙虽然剑尸最少 打到的猎物却不少 其他王子恨得牙痒痒的 决定杀害他 朱蒙的老妈柳花 刚好听到风声 偷偷告诉了朱蒙 朱蒙迅速带了他的亲信 向东南方向逃走 公元前37年 朱蒙来到玄突郡 高沟丽县 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兵县 建立了高沟丽国 朱蒙作为高沟丽的开国国君 无论他的出生地 还是开国领地 都是中国东北地区 不管是福育国 还是高沟丽国 都是西汉玄突郡管理下的部落 西汉时期高沟丽 甚至隶属于玄突郡高沟丽县 由此可见 一些韩国人把朱蒙神话成为古朝鲜的英雄 又有些荒诞了 当然朱蒙本人对自己的身世也做了不少修改 他的老妈柳花身份低违 却被称为和神的女儿 就柳花这个名字来讲 怎么看都像是给丫鬟起的名字 同时朱蒙可能篡改了他的生父 大概是因为金蛙王不喜欢朱蒙 而且朱蒙是叛逃出东福于国 朱蒙为了美化自己 称自己的老爸是天地之子谢穆书 谢穆书实际上是北福于国的建立者 从历史上来讲 谢穆书死了111年后 朱蒙才被生出来 不管怎样朱蒙毕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高沟丽建国之后 强大的西汉正逐渐衰老 高沟丽最终是如何进入朝鲜半岛呢 我们下回分解